第25題 離開實驗室大伙才覺得機場露露 阿瓜拿出在7-11買的蛋糕 打開塑膠袋發現有一扁平四方小包裝 那是一般食品包裝內的抗氧化劑 以減緩食物的氧化 其成分可能會下列何種物質 這裡選項的所謂的B的選項的石灰跟矽膠 這兩個東西通常是當作除濕技用的 就是把水分吸掉 不過石灰吸水之後會產生氫氧化鈣是一種強檢 所以並不是很好 現在很多都是用矽膠 硫酸酮是有水硫酸酮跟無水硫酸酮的顏色是不同的 那麼我們通 但是有另外一個叫氯化雅菇 所以我們通常是在做矽膠的 在以前在做矽膠的這種吸水物質的時候 因為吸水透明無色的 吸水是透明無色 沒吸水也透明無色 所以裡面常常會放氯化雅菇 靠氯化雅菇的顏色改變 來指示我們說它是否已經吸水了 所以這一題我們答案要選的是鐵粉 因為鐵會跟氧作用 把氧搶走了 別的東西就不會再氧化了 所以可以減緩食物的氧化作用 所以第25題問我們說 這一個扁平的四方小包裝做的抗氧化劑成分是什麼 我們答案選的是C 鐵粉